2米08,莫兰德最新决定,杨明喜忧参半,杜丰无奈,有望蝉联冠军 大家好,欢迎观看小言说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大家点赞加关注 现阶段CBA联盟正式进入休赛季 各球队也都开始整理自己的队伍 开始备战下个赛季的比赛 辽宁队作为本赛季的冠军获得者 同样也需要总结经验 为的是可以稳固这到手的荣誉 辽宁队还需要多多努力 毕竟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这一次辽宁男兰可以夺冠 跟他们的外援莫兰德的加入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在过去的几个赛季中 辽宁男兰一直没有找到优秀的外援 导致赛季的成绩也是平平无奇 就在去年12月份 随着莫兰德的加入 他凭借着优秀的防御技巧 使得辽宁的防御内线有着极高的提高 补强了辽宁男兰内线防御的较弱的这一短板 使得这个赛季辽宁男兰的实力突飞猛进 一路披荆斩棘 最后拿下了CBA季后赛的总冠军 可以说莫兰德这个赛季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 如果他可以继续留在辽宁队说不定就可以蝉联下一次的冠军了 就在辽宁男兰面临着队员更换问题的时候 已经返回美国的莫兰德在自己的微博中也是表示到 下周处理好个人事务就会开始准备恢复训练 我对于这个决定真的是略感意外 要知道杜兰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家人在一起了 现在距离下个赛季开始还有很长的时间 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家人休息 但莫兰德这么早就恢复了训练 真的是让人惊喜 这也表现出了莫兰德要努力进步的态度 但这也意味着莫兰德的薪水也会水涨船高 这就给辽宁男兰带来不小的麻烦 如果张振林下个赛季会离开辽兰的话 辽宁男兰就很可能会引进第三位小外援 从而放弃佛格 至于杨明会如何选择 让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吧 本期视频先收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留言 下期节目再见